哈囉大家好我是PFI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吧 雖然說吸血鬼他很像是準備要更新了 但是我都是早上12點上片的嘛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還是來給他看一下吧 說不定啦這次拍完之後 這次下一次更新就不能拍了 誰知道他更新了些什麼呢 你說是不是 好了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吧 我自己也想看的法力之歌 一樣我們選一個 然後我這隻角色也沒有任何的金蛋耶 然後呢他是說增加持續時間每一等 增加1% 所以我今天如果300點就增加300% 有這麼兇嗎 一樣我們來玩的地方就是第五回合吧 能做的事情也沒什麼 那我們要選什麼卡片呢 這個時候這一張也是要選的嘛對不對 那再來法力之歌本身很像 沒有耶很少這個不算 的話 真的沒有耶 沒有速度什麼都沒有 那我法力之歌要幹什麼 他也沒有傷害增加 認真嗎 對啊就我目前看來 那如果真的沒什麼的話 可能就是選上 像復活 可是我覺得這隻也不會死啊 因為這隻能力本身一開始就非常非常的過分 不然的話就是金錢狂熱吧 好啦我發現我剛剛有點怪怪的 我們先調整了一下 來我們就自己去吧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金錢狂熱吧 然後呢 最後大家選什麼 我還真不知道選什麼 走路的話這邊基本上都可以走嘛 那我真的要的話 難道選這個嗎 可是投射物對他來說有用嗎 或許有用啊 可是我們CD也要給他選滿嘛對不對 好啦先不管啦 我們先選這個 剩下再說 大家不知道第二個就選金錢狂熱 沒有卡片可以用的角色 哇這個角色一開始那麼強嗎 好啦一樣我們要選什麼 這邊我不會去選攻速啊 那我原本不想要選範圍 後來想到他本身就是增加延長時間的 那我們就不用選拼血器 那我還是選範圍好了 雖然說範圍本身就可以無限大 就等級升級而言啦 好啦來我們再選一個金錠 所以我原本是想要選拼血器 未來的話我應該都會這樣子去搞 因為反正我升級都會選範圍的 那我就不再去選範圍了 除非啦他範圍是加基礎的 然後遊戲內的突破呢 是從基礎以外再加兩趴 那個就不一樣了 好啦一樣我們夫妻去給他選起來 哎呀這隻角色玩起來 很像有一點簡單啊 啊對啦 這樣我們在20分鐘 40分鐘漫堂的旅途裡面 可不可以先給我一個讚呢 對因為我總覺得等一下就會忘記 然後我發現前面喊跟後面喊比起來 前面喊讚的機率 按讚的數量很像會比較高沒有錯啦 好啦一樣我們現在是3分40秒 哎這個狀況 不是30秒鐘 可是我真心覺得有一點簡單 哈哈哈哈 真的有一點簡單CD數 而且他給我的狀況也太好了吧 好啦我這一隻應該是可以給他加速了吧 應該有注意到我最近都沒有提到時間了 因為我有一點點放飛自我耶 你知道嗎 尤其是貓咪的那一隻 我真的是拍到有一點點崩潰 好我們這邊選個波 欸我選完了耶 吸引器 骷髏波 欸真的耶 啊菠菜 欸選完了耶 欸我可以去吃耶真的假的 有這麼香我們先去上面好了 哇7等選完 這個角色有這麼舒服嗎 我們先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我等下還會下來 哈哈哈哈 有有有有這麼棒嗎 我沒有想過這個角色可以這麼的 讓我舒服成這不得性 還是說他是因為知道 這支影片上的時候說不定就已經更新了 就是這已經是他的最後一次了 說不定我等一下拍到一半就更新 這支影片就沒了 對其實我也在想啦 因為我今天會比較晚拍 我今天是到凌晨1點46分我才拍這支影片的 我想說差不多都這個時間更新 我就可以直接拍更新 我就可以不拍這支 難道說他是因為不想要讓這支不見 所以說才給我這麼好的選擇嗎 哈哈哈哈 好到一個過頭你知道嗎 然後我的鬧鐘突然想了 沒事先不要理他 來吧我們現在是一分兩分鐘的情況 我們已經可以 拿好拿滿了 然後我們再去往下一下 可是其實這個時候我都沒有等級 有點虧你知道嗎 好啦我們先把範圍往上增加 這個時候CD數很像也不是重點 這隻角色真的有一點太強了 真的 呵呵呵呵 強到好舒服喔 整個就無法無天耶 然後我們順便看一下那個投射器有沒有用 應該是沒有用的才對 好走吧 沒有用就只是也是白升級 反正只能剩兩升一級而已 還好拿到本身就一級了 那我們就還是去拿一下 對意思一下而已 你都給他放在這裡了 不拿白不拿 所以硬要講的話 其實我是不是不應該選這關 因為我這關只有一個王冠要拿 那如果要的話我是不是反而選個那個 沒有 經驗值 等一下也沒有耶 第一關 有菠菜有哭的 可能就第一關吧 對啊第一關的經驗值又那麼高 Maybe 哈哈哈 對啊至少那一關可以給我兩個東西 然後其他關卡 好像給我不聊這麼多東西對不對 好啦沒關係我還是選個第五關 想說第五關的經驗值會比較高 可是這樣玩起來其實都差不多啦 對啊那我真的是之後就隨便選了 那如果選第一關的話我還可以再多選一個東西 那多選一個的話我要選 其實也沒什麼好選 大不了就是選速度嘛 哈哈哈 可能就是速度跟範圍跟拼血系我都可以選起來了 大概就這樣啦 不然很像也沒什麼好選 然後下一次更新裡面很像是看到這一隻 對很像看到這一隻角色可以選 難道說我連吸血鬼都要來拍更新預告嗎 我不知道更新預告還會有幾隻啦 如果你覺得OK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之後連更新預告都來拍 就跟RD一樣就咱們來猜一下說 下一次更新會有什麼樣的內容 哈哈哈哈 好啦光這樣講的話其實就代表說我下次應該會拍啦 可能這一次就算了 不然的話就是如果這支影片拍失敗的話 我就來拍更新預告 可是話這樣其實有點晚 我應該今天就要拍更新預告才對 那今天又有一隻 好啦有點拍影片的謬論 哈哈哈 其實我也不是在講影片的內容 我只是在跟大家算聊天嘛 對不對 因為這個角色真的是太舒服了 真的我只是在想說我吸血鬼未來要怎麼做 可是我也其實蠻擔心說 如果這個吸血鬼變成正式版之後 他會不會還更新的這麼頻繁 對因為其實硬要講的話 除非啦我今天是全新的玩家 不然的話說實在 每一次更新我們都已經體驗到最新的內容了 那很像就沒有什麼東西了 對除非我要從頭再玩一次 然後可能拍個幾支影片說 從零開始要怎麼養 可能可以再多延續一下吸血鬼的生命 不然的話可能就要去換 其他款像是最強巫師 或者是HoloCure或是其他類型血鬼的東西 去把我的客群往外拓載 哈哈哈 現在只能這樣啊不然怎麼辦 好了我們現在來到4分鐘 這個方向真的是非常的舒服耶 真的 我從頭到尾 不知道在幹嘛 我就要跟褲子跟大家聊天就好了 那我們這邊撿到了 我們把東西也給他生滿一下 好啦 拼血器 複製器有用嗎 沒有任何的用處啦 那這個角色呢 基本上也是要進化燈超五啦 因為有超五跟沒超五那個範圍差太多了 可是我的傷害也太痛了吧 我現在打下去有到100多滴 是認真還假的 對啊 太誇張了吧 只不過我現在覺得我的怪物很像有一點點不足 而且這個情況下我應該可以先去吃了 對 我應該可以先去吃了 我就慢慢的去打王就好 反正王的速度也不快 我上下都能拖對不對 那我就先吃完 然後把這兩隻打完 我再把我的能力全部給他升上去 是不是會比較香 說不定中間我還可以把他變成我的 超五然後再打會更快一點點 不然的話 感覺會拖有點久 好啦 我們就該做的都先做一做 已經快到了耶 好快喔 怎麼回事 是我之前玩的角色都太痛苦了嗎 現在是在讓我很舒服是不是 整個就舒服到一個爆炸 我從30秒的時候就開始在講話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這個武器也是很多 也是從 什麼一開始我就選輸啊 選聖水 之後有了這個武器之後 我就一開始會選這個 假設那個角色是很難的 像是 私生 粉鬼 我記得那時候一開始就選這個 因為很重要 它可以讓你活下去 再初期啦 只是在後期不知道 然後後面有個寶箱 我們等一下再去撿 我們先吃的那兩個 再回來 應該還可以啊 我應該可以甩得過 應該甩得過 但現在詛咒也沒有滿 金錠也沒有滿 在他滿之前 他們兩個應該就死了吧 雖然要打非常非常久沒有錯啦 所以在滿之前我的超武就來了 我就沒必要等到二十幾分弄的時候 那這樣的話會不會這隻角色才會是最高最高的地方 因為一開始變得非常非常的簡單 哈哈哈 可是其實換個角度想想看我5分鐘還18等而已 對啊 我等級真的是升超級超級慢 也太慢了吧 哈哈哈 應該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我看到他們兩個分開了 好來吧 我們慢慢打慢慢打 我們把它拖 它分開了有點尷尬 我們CD現在69%能不能再快一點呢 我們的持續時間越久 它其實也越噁心 你知道嗎 吃不吃得到吃不吃得到 直接碰一下 直接碰一下 OK好我們可以走了 然後我們先下去吃寶箱 吃完寶箱再去吃箭頭 會不會這個遊戲之後會有瞬移這個東西 就類似傳送門 總覺得也蠻需要的啦 對啊 畢竟你在怪物炸毛炸毛的遠 真的 然後我現在也不敢吃骷髏 其實這樣也是不是不好 因為我吃骷髏他們的速度就會變快 哈哈哈 他們的速度會變快 我這邊就有可能危險 好啦 我優先會先吃菠菜 讓我的傷害高一些範圍那些東西 然後金錠 反正金錠也是增加傷害嘛 在還沒有那個之前 還沒有到九等之前都增加傷害 有了有了 我們到寶箱這裡 寶箱真的蠟太遠了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一開始來就來了 除非它真的是很近 但是我覺得距離有一點遠 然後又有一個寶箱 好啦試一下 可以 隨便 欸這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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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對喔 這一關可以 這一關可以 我忘記了 哎呀哎呀哎呀 有了有了有了 這麼快就超誤了 有相成這樣子嗎 那我們先繼續往左邊走吧 然後我們先注意看有沒有寶箱 有寶箱我就趕快回去拿 不然的話真的會很困 然後吸引器也是需要啊 那你們兩隻走快一點 我覺得我現在應該可以點一下骷髏 因為他們真的太慢了 哇這個角色真的是 輕鬆到無以復加你知道嗎 對啊 我們剛剛聊到哪裡啊 對啊就是吸血鬼說我要不要拍其他的 也不是其他 其他遊戲可能 maybe會拍啦 就看觀看數 因為我發現吸血鬼觀看數至少都有1萬啊 其實基本上每一天有一支影片破1萬 或是累積起來有1萬 我覺得就已經能夠給他活下去了 剩下就是要怎麼再高這件事情 雖然說之前那賽馬兩很像很香很康 但是不知道耶 反正就自己沒feel 那也不能怪什麼 我們就是從中再找出其他東西就對了 好啦我們現在這個感覺 很像已經有一點點浮誇了 我們的速度是來到了98% 欸95% 85%才這樣而已嗎 感覺應該還在更誇張才對 所以我們的範圍已經不是追求上下 而是追求左右 對那其實 沒有沒有其實 我選加弱塔的話 然後我又選左右到極限 上下到極限 是不是本身就會 超誇張 我不知道他的上下範圍是到哪裡啦 我沒有辦法突破整個畫面限制 如果他的上下範圍本身就是無限的話 其實他就是 專門在打怪物以復活的點 那就會很香 等那個速度就會非常非常的快 好啦我們真的要一口氣把四隻叫出來 因為根本就沒有差別啊 太簡單了 太舒服了 我從來沒想過這個角色這麼這麼的舒服 只不過我能想像啦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玩過破碎死神 我現在用過這個 然後CD-100的情況下 整個中間根本是壞掉的嘛 所以等一下那個畫面應該可想而知 也是壞到一個爆炸 而且也沒有任何卡片可以選 他本身沒有卡片可以選的原因 也應該是他的能力太過於強化 不然就是剩下幾張啊 他晚一點帶出啊 剩下幾張說不定就會有這些卡片的強化 不然的話沒有卡片可以選 有一點可惜啊 然後有一個寶箱吃一下 9分鐘的寶箱 隨便你挑來了一個經驗 不是啊 力量加成的菠菜 還可以 好再來範圍給他選上去 其實每一隻都選 其實取名取到後面啊 都有一點點不知道要取什麼 因為說到底啊 每一隻都嘛是螢幕毀滅者 那這一隻要選什麼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哈哈哈 感覺應該會這個啊 啊就是雪花瓶 啊雪花瓶雪花瓶 好一次四隻 我們來偷吃一下 來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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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原本這裡是三小王對不對 啊沒有沒有沒有 三小王是那個 啊幹你 靠北啊 哈哈哈 靠北啊幹 哈哈哈 我們持續時間跟範圍 好好好 不行不行不行 我還是要認真 我還是要認真 我剛剛被卡住了 被卡死就什麼都沒了 因為他們傷害 雖然說 沒有想像中的低啦 但是 還是要打一陣子就對了 聽說是八萬血 欸欸死掉了死掉了 兩秒一百 看看看看 我不要在這邊繞 我要在上面 看這邊會卡死 一卡死我就沒了 他們血量好痛喔 有沒有烤雞可以借吃一下 沒有烤雞我們先吃個吸引器 讓我範圍大一點 我這個攻擊那麼大 不是吸引器真的不行 他本身就需要吸引器 然後有一隻王欸 可是現在也沒有任何東西 不過我還是可以選擇去吃一下 對啦 這一隻角色基本上 他寶箱完完全全不會浪費掉 因為每一個寶箱都可以變成我們的等級 再初期啦 後期那些就算了 至少不會像之前一樣就是浪費掉的 傷害再大一點點 我是不是應該選個回血 對啊選那個箭頭 讓我回血一下 10分30秒 欸其實我覺得他不會到多噁心 真的因為我的CD 他噁心是噁心在他的CD吧 我等一下選 也只能選範圍力量跟持續時間投射物 可是投射物對他又沒有用 對啊 有用嗎 還是說有用 其實他那個 那個圈圈會更多 然後圈圈更多就多打一點 來死掉了 好啦可以掛機了 然後我的範圍這麼大 欸我是真的可以掛機了 現在10分鐘嘛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的加速一下 反正讓這個畫面再更雪花一點點對不對 可是不行我還是要升級 啊煩啊煩耶 好啦那我不能加速 來我們先把 我們可以選骷額 這些可以選出來 讓怪物多一點點 那我還是不能加速 我等一下優先選那個骷顱啊 那些東西把它選完 不然的話 我都那麼早選了 然後還不選那些就有點可惜 然後骷髏 來吧 我要選什麼卡片啊 老實說我還真的不知道 爆炸沒有用 金錢狂熱 這個是加投射物 可是投射物本身又沒意義 不然就金錢狂熱吧 多補一些錢 有用嗎 這角色真的是本身天生就強 這個 這個 血量 補一下 其實我就只要左右左右走就好 這角 欸我看到 這應該怪物死的地方 對剛剛那一條線 應該就是怪物死在那裡 深層在那邊 就死在那邊 這條這條 有耶它真的是往上兩三層耶 那如果我這個範圍再誇張一點點的話 應該有機會左右也超過 那就等於是怪物會直接死 不然的話就是我要選那個吸收啊 啊不然我選經驗值吸收好了啦 反正金錢狂熱也有嘛對不對 對啊 我就全部在那邊走一走去 然後經驗值吸收 全場吸啊全場吸啊 因為真的不知道選什麼 還是你有什麼想法可以在那邊留言一下 讓我講講 欸追我一下說 欸我選錯了 我選錯了應該要選手會更強 我覺得選運應該是沒有用 反正等一下看它變超級武器就知道 好啦 能不能怪物來多一點了 這個怪物我覺得不夠多 我嫌太少了真的 然後投射物 投射物 不知道怪物啊 範圍 怪物速度 有了 又一個眼睛 這一關的寶箱是不是本身就特別特別多啊 真的 欸不錯不錯 我省個五等 你看我每個寶箱就省一等 代表說我的超五就可以再更噁心一等 我這個聲音好像有那麼一點點大聲 唉在這麼深夜一個人在那邊拍片 其實我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開播拍片 可是開播拍片那個感覺就又不太一樣了 對 反正這個是拍片的程度而已 沒有到說要拍開播來拍片的狀況 開播來拍片那狀況會比較痛苦一點點 好啦來吸收吧 再來加一個怪物 怪物再多一點 其實我覺得我應該選金錠 趕快把金錠給他選吧 反正加100%真的差很多 犧牲個九等 趕快把金錠弄吧 好啦我們先升級金錠好了 十二分鐘四十五等 才殺一萬隻而已嗎 好啦我覺得怪物應該要加速了 等一下火焰劍士就會來了 呃怪物速度再多一點點 等級真的是有一點點慢 有一點點可能 下面應該有一些經驗值是我沒有吃到的吧 有啦有啦 還是我殺的越快反而越要選那個吸收的那個 因為畢竟我能吃到的越少 對我能吃到畫面啦 畫面啦 有些可能畫面就不見了 這樣就有點可惜 四三分 應該要來火焰劍士選 然後 欸沒有金錠欸 才剛想說要選金錠 現在都不可以金錠 所以其實一開始先衝過來吃這些反而不錯 因為你不知道 你還沒有把金錠跟骷髏選滿 他的速度還不會要了你的命 那一開始選這些也不太會可怕 因為其實真正可怕的話是金錠 光金錠一個東西選下去 就等於是戒指跟箭頭兩個困難度加起來了 對吧 然後而且我才升一次等級而已 而金錠跟戒指我要升18次等級 才等於一個金錠升到9等 好啦我們把金錠也給他拉滿了 我們現在詛咒是來到230% 我們還有剩下的50%要升 其實硬要講的話我們詛咒升的越高 他的難度其實沒有到越高 因為畢竟100%是兩倍 200%只是100%的1分之1倍而已 沒有到那麼誇張 這個 這個 現在那麼多可以選是不是 沒有沒有 就假設現在是1000% 1000%我們加個100% 其實怪物也才加1分之1而已 但是如果今天是0%的話加100%怪物就是1倍 這個傷害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越高難度 其實難度沒有到真正的越高 但我在講什麼 其實是跟著變強啊 只不過相對而言沒有那麼強而已 對相對而言相對而言 我就覺得 玩遊戲玩到走火入魔對不對 就變成真不得心 好啦來 哇 還記得我選白幽靈在這個地方玩得有多麼多麼的艱辛 那現在在這裡玩得有多麼多麼的舒服 然後我11分鐘選到了金錢狂熱 我到了這個時間點才吃到一個錢袋 有這麼誇張嗎 哈哈 有這麼扯淡嗎 這個錢袋有這麼難拿是不是 哈哈哈哈 來 銀介值再給他上去 怪物能不能夠再多一點點 其實我現在是不是反而都不要動了 對我不要動我不要動了 不要動的怪物應該才是最多吧 現在是15900多隻 我能動的話 這也差不多了 這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了 好可惜喔 趕快進化 趕快弄滿 弄滿我就要來升級了 應該也快了吧 應該也快了 八等再一等再一等再一等 九等 有啦 好啦那接下來要幹什麼呢 應該是持續時間吧 我持續時間在場上越長 是不是就代表那個波紋越來越誇張 然後呢我們先把範圍選到最大 我想要的是前後都是整個畫面的範圍 這樣的話應該就不用走位了 我的走位就變成是只要吃東西就好了 沒有說我今天靠近誰靠近誰 會比較快這回事 其實應該還是有啦 只要範圍再給他大一些 再大過一些應該就可以了 好現在我們再繼續給他範圍 再範圍 應該就可以完全不用管了 然後我現在看上持續時間 為什麼後面 是我的錯覺 我覺得 持續時間在場 對啊你看又多了一個圓形 不是我的錯覺吧 就一個圓形在右下角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看又來了又來了 這是我每升級一次就會一次嗎 對啊 看不太懂耶 真的耶我每升級一次 就有一個圓形卡在那邊 滿詭異的 然後沒有任何的投射器增加 對也沒有任何的速度 反正也是啦 本身對他也是沒有用 然後15分鐘了 持續時間再給他升級一下 來了一個這個 這個沒有用 我覺得下一次更新應該就會調整了吧 我們不知道那個小丑有多噁心啊 真希望可以點一下 難道說明天要有兩隻吸血鬼嗎 應該我下一隻還是會以更新為主 對就還是以更新為主 然後一隻阿滴一隻吸血鬼 然後再一隻吸血鬼更新 可能就這樣吧 不要太多不要太多 然後我覺得沒問題 沒意外的話 你在看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還在直播隔壁的艾如初見 對這就是為什麼這兩天都沒在更新的關係 沒有直播 因為都在忙其他的東西 現在來到88等 我有選到力量了啦 講著講著都選錯 我還是想把他範圍 我範圍還差一點點 這個角色不知道 有沒有辦法把整個畫面 都變成那個顏色對不對 雪花 飄飄 飛逢消消失 三個都是前代 來吧 現在都是垃圾 垃圾啊 沒有用啊 你這樣換個角色想 其實吸血鬼也是一個 每拍完一次就少一次的畫面 每一個角色都是這樣子 也蠻可惜的 就像有點像我RD的十二元 每拍完一顆就少一顆 對 好啦範圍給他增加 他現在是十六分鐘了 還可以再撐 其實根本就一直可以啊 根本就沒有問題啊 這隻角色從頭到尾沒有困難期 你知道嗎 原來玩了這麼久 這隻角色才是最舒服的 不然的話就是未來就是玩那個金蛋的嘛對不對 每一個都一萬顆金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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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然就是開始要改一些東西了嘛對不對 最近也看到很多人有開始在玩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欸 像是無限 無限的 裝備啊 武器啊 全部都全部上來 然後全部超我都給他上去 那畫面會多噁心 然後這人會變成最後的最後 那其實也不是很好 對啊 要怎麼永續才是重點啊 真的 對啊 不在乎天長 欸我不在乎 欸等一下 還哭實爛嗎 我只在乎天長地久啊 真的 哈哈哈 我只在乎細水長流啊 持續時間 欸他的東西真的算偏少耶 力量範圍跟持續時間 就這樣而已 對啊 那我就盡量以持續時間為主吧 可是持續時間也很難出現 所以還是變成以範圍為主 然後我們的傷害還是滿低的 我總覺得等一下怪物會直接衝進來 等到後面的紅珠的時候 對啊 因為說實在 你看我傷害只有100D 扛得住嗎 持續時間 我選持續時間也只是想說 這在場上會不會再更花 感覺都是因為持續時間才這麼花的嘛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場上現在有幾個東西在那邊卡 哈哈哈 而且不是我的錯覺嗎 我總覺得他會往左右左右彈啊 有欸 他其實有左右左右彈 但是沒有彈得很誇張 對沒有彈得很誇張 來範圍再大一點 求你了求你了 持續時間 範圍 可能說範圍有個上限 對啊 範圍的上限應該就是怪物的上限 怪物出沒的地方 因為在上去範圍就變得沒有意義 但是他的效果還有 就是他的特效還有在顯示 對 那真正沒有上限的會不會其實是持續時間 然後我場上的這個法力之歌就會永遠的存在 哈哈哈 一百多等欸 我們才殺到三萬八千多隻 不行啊 我覺得我的左右殺很少 對啊 我想要把我的範圍再擠到旁邊去 你看我只要往右走 左邊怪物就會出現 我往左左右邊怪物就會出現 對啊 沒有辦法一口氣兩邊都殺到 再持續時間 範圍 欸 欸 欸 我要選了第二張卡片欸 我們選那個啦 吸收吸收 因為真的沒什麼要選的 感覺不會死 我剛剛死是給消 哈哈哈 對啊 持續時間 54等 未來應該也看得到我們的那個 持續時間的 就是每一個等級 每一個X5他的等級的能力啦 不然的話真的不懂 對啊 持續時間 再長一點點 力量 力量加1% 等於是加1.5% 應該是這樣沒錯 應該是這樣算 也只能這樣算 不然 不然 每一次都要把他算出來 欸 嚇到我 想說怎麼又沒聲音 這會讓我覺得跟那隻貓咪一樣 這應該不會發生貓咪的狀況嗎 貓咪有人說是因為他會彈在外面去 對啊 這個應該沒有這個狀況才對啦 好我們的5%越來越逼近了 我們的5% 範圍 紅豬 紅豬 範圍 我現在蠻希望吸引器可以大一點點 吸引器能不能來到一個全場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感覺比較舒服 持續時間 對啊 那個圓形的怪怪 真的是怪怪的 想說怎麼會在那邊 範圍 再大一點 再大一點 我想要把大家的畫面全部都長成 那個叫什麼講 電視雜訊 收播的時候都會有的畫面 欸不對 收播的話是那個彩色圖 呵呵呵 十... 二十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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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分一百四十等 我們的持續時間現在是來到244% 所以我們每升級一個持續時間 一百秒就等於是增加了兩三百秒 所以其實代表說我場上的法力之歌 應該是存在著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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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對 他真的是有一點慢 而且他中間很像會射到就是沒東西 然後就不射了 對這個時候就不射了 幹我是不是也不能選持續時間 太持久也不行 範圍 欸我完全沒有那個欸 對啊 欸都這個時候了欸 我才兩跳兩次 是這邊沒有那個吧 這邊沒有那個可以吃是不是 太慘了吧 等一下 想說我不都吃金錢狂熱了 怎麼會連一個金錢狂熱都沒有了 好啦我現在感受出來畫面更亂了 好啦我們先把範圍補滿啦 我們先把前後的畫面都給他補滿 對對對對對 先補滿先補滿 不然的話那個畫面不好看 總會露幾隻兵 看起來就不是很舒服 然後20分鐘的不吃 晚一點再吃我們吃21分的 好啦這個時候怪物的數量很像已經起來了 其實說是起來還是說我的範圍 終於快點滿了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啦 我們一次連續升了兩級 下面那個圈圈就多了兩個 所以六芒星的經驗值本身真的是會給你變高嗎 對然後還有人說要選六芒星 我是覺得六芒星選下去我可能會退坑啊 哈哈哈哈 我們之後再來選啦 六芒星要玩下去我就覺得那到底難度要多高 那彈下去如果什麼都沒有怎麼辦 對啊 那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好我們現在是20分40秒範圍再大一點點 快了就差一點點 就差我的螢幕不到0.5公分的位置 範圍 我等一下選個吸收應該就可以了 其實我覺得怪物有點靠近我的意思 怎麼辦 有一點在往前的意思耶怎麼辦 應該也可以啊應該也可以啊 那個東西 對 我總覺得 它會死掉 然後範圍 我有看到卡片了 我看到卡片了 借息一下 借息一下 力量 好有了有了有了 吸過來吸過來 兩分鐘吸一次 這個沒有這個沒有 這個也不用 這兩張卡片 對啊 我還沒有選那個 那個都還沒選 好啦 這邊都不需要你 這個也不需要 運的話沒有任何用處 那我們就是吸過來吧 這個好補喔 有個補的 範圍 欸 我吸到什麼東西 啊吸到那個 好亂 欸其實這裡有點小頭暈啊 但是它頭暈的程度 我覺得沒有像 那個雙槍加速 也沒有像那個什麼 那個狗狗的那麼誇張 對 都算舒服 算舒服 算舒服 這樣覺得這樣算是舒服 有啦你看現在左右都是怪物了 後面也是怪物 其實怪物我可以範圍應該還可以再搭一些 範圍應該還可以再搭 還可以再搭 還可以再搭 再兇一點 再兇一點 現在打6萬多隻了 範圍再大一點 我覺得還有在上海範圍再大 好啦 我要瑞凍Always囉 我要瑞凍Always囉 而且這樣我又選那個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完全不用講話 然後掛在這邊就好 哈哈哈 就算是拍吸血鬼最夢想的畫面了吧 但是沒關係 其實我也做不到我畫面整個就那樣 不要動這樣 哈哈哈 我們現在是1萬8千多塊 範圍再給他點亮一些 範圍再點亮一些 有沒有機會 22分吸一下過去 哇靠 全部都補上來 這怎麼那麼爽 但是給我吃到這個 這個真的是最幹 真的真的 我不想吃這個 我不想吃這個 這個真的超級幹超級幹 你看完全 怪物就變慢了 怪物不會自己過來 有一點幹 有一點幹 不是有一點幹 超級超級幹 對啊 好啦 我們就選瑞凍Always吧 我覺得已經無所謂了 來吧 他選什麼就是什麼 隨便他去了 我覺得這個角色應該也蠻噁心的 現在已經來到了7萬5千隻了 其實都是後面給他飆出來的耶 你看我剛剛十幾分的時候 很像還不到1萬隻 對啊 哈哈哈 來吧 我現在升級了 很久沒聽到那個升級的聲音了 沒像狗狗之前那麼誇張啊 狗狗那真的太扯了 八千多等耶 八千等 天啊 我的天 22分 欸不行不行 我的錢 是不是怪物突然變弱了 這怪物突然變少了 啊沒了 啊好可惜 沒關係我們再補一下 我們再補一下就好 旁邊一定有那個東西給我吃 哈哈哈 其實我這關根本沒有怪物啊 對 這關打的是隱形怪物 你看只有血量跳出來而已 哈哈哈 其實這應該是什麼 非文證 哈哈哈 眼花了 欸有怪物有怪物 欸王還是扛得住了嗎 王還是 其實這根本就是一個致命的病毒 有沒有 星紅 星紅腐敗 哈哈哈 要24分了 我們全部經驗值又可以再來一次了 其實他升等也算慢啦 因為經驗值都散步太遠了 好來了來了來了 這打得有點慢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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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錢很多在我後面飛 哈哈哈 有啦是不是怪物會變多 其實我已經不知道現在出什麼怪物了 這個怪物應該是數量多 然後金錢 然後血量很少 應該是那個很噁心的那個手 應該是啦應該是啦 我連怪物的樣子都看不到了 還是說這是我們那種玩家的分身 我其實也不知道什麼 你說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哈哈哈 還有吃到這個 補一下 現在我們的傷害其實也沒有很大 188等9萬多隻 然後我們現在是23分鐘準備了 要吸過來了 我們現在9000多塊嘛對不對 然後會吸過來一下 然後再吃一下 哇 所以他吸過來的瞬間 就是連我們剛剛在飛過來的那個金幣 都會停在原地 所以才導致我們的瞬間會有怪物 有那個錢會往下掉 應該是這個意思 好啦 24分了 喔 不是我在說話 這個角色玩起來真的很舒服 真的是很舒服 哈哈哈 真的非常的棒 來 再來 11萬4 欸其實他錢也不少欸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他的極限 這應該就是他的極限 他也不能再快也不能再多 還是說其實可以 可是我覺得我已經玩到極限 這要怎麼在優化 感覺滿難優化 好吧 我現在能講一下我現在的症狀 我現在是每一支影片要講一下現在的症狀 我之前是有點頭暈不舒服 現在是比較換算 你沒有辦法集中精神 我覺得這不是夜晚的關係 而是整個畫面太亂了 你沒有辦法去專注一個點 對 你要專注角色或許還可以 但是如果你跑到其他地方的話 你的焦點可能就被帶走了 你要定在哪個點都不對 因為錢太多 你要定在那個光暈也不對 因為光暈也太多 然後一隻王衝著我面前 欸有一點危險 幹他媽的超級超級噁心 不是我在說 我覺得這種遊戲真的是 王都有點毛毛的 然後往你的角色那邊走的話 我自己都會起雞皮疙瘩你知道嗎 25分我們先不吃 我是一個很容易起雞皮疙瘩的人 就是為什麼我都沒玩恐怖遊戲 因為我太容易深入其境了 好啦 現在是25分的情況 我們現在來到215等 已經突破了10萬隻了 難道說有機會在這5分鐘內突破20萬隻嗎 我剛剛在20秒的時候就打了10萬隻 1萬隻欸 有可能嗎 現在我要30秒就打1萬隻 不可能啊不可能啊 剛剛只是意外啦 對啊想說腦顆粒 剛剛可能是有多餘的數字在那邊 不猜啦應該15-16萬隻啦 然後後面那個怪物又很難打 可能會全部衝進來 應該會這樣 我覺得我傷害應該就到極限了 我們現在持續時間是來到了325% 超級噁心的 欸我們選到這個 欸我們信誼 信誼晚點再選好不好 晚點再選 不要 啊選到了啦有點煩 喔又是這個 幹我不要吃這個 幹我不要這個我不要這個 這什麼破東西 幹趕快拿掉 寒冰趕快拿掉 好好沒了沒了沒了 我現在看到怪物了 怪物就是我們那個角色的變異體 變異體變異體 另外一個版本 所以我現在左右走也是為了吃經驗子而已啦 不然其實也沒必要左右走 因為我不左右走的話根本吃不到經驗子 哈哈哈哈哈哈 根本就吃不到經驗子 所以如果吸引器能夠再過分一點的話 老闆就是連負武器都可以有X5 欸那是不是又不一樣了 哈哈哈哈 好現在26分 我們現在來到了12萬隻230幾等 這個等級已經司空見怪了 你知道嗎 自從看過8000多等之後 好像覺得沒什麼了 然後現在這個畫面真的是又更亂 因為怪物死掉也會掉那個金幣的碎片 對不對 金幣碎片的特效 不是金幣碎片 就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才1塊錢而已 你要那麼多金幣特效幹什麼 哈哈哈 對啊你要殺那麼多欸 那麼那麼久才有 其實不懂他的特效內容欸 27分鐘了 我們還在殺怪 這個速度真的是可以 全場滿滿 其實這要講的話應該跟雙槍是一樣的啦 真的是一模模一樣樣的狀況 只不過這個畫面再更負 那個畫面是比較整潔 這個畫面是比較零散混亂 有點像是碎掉的餅乾 然後被你壓了一拳 揍在醜上 然後灑在地上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整個畫面非常的一粒一粒 毛毛的 呵呵 一粒一粒那種涼涼涼的嗎 不會講那個詞 好啦27分鐘 欸沒有咧 我們再吃一個 我們再吃一個錢袋 4萬多塊 我們已經賺8萬了 其實這一局不錯啦 十幾萬 對啊 還可以啦還可以啦 我們又吃到一個了 所以選這兩個我覺得是對的 然後我們現在是13萬 所以應該15萬 15萬到16萬左右 我覺得應該是OK啦 等一下就來到14萬 應該15萬喔 我覺得16萬可能有點難 而且等一下怪物還會變那麼難 反正怪物也不會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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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行了各位 結束了結束了 真的結束了 真的結束了 畫面太亂了 等一下 我不敢動 欸有有有有 我知道這個 可以幫我推一下幫我推一下 欸不行 啊我以為15萬隻 對他傷害不夠啦 他傷害不夠 他傷害不夠 如果傷害夠的話還勉強 欸我是可以不用動 應該可以不用動 應該可以不用動 他的持續時間會不會也連火都有了 所以我現在這個火 他本身也是持續時間有三倍多 四倍多 哈哈哈哈 我現在250起碼 我持續時間就來到362% 所以我的火 吃一個火就是三四倍的火 所以我的冰應該也是這樣子 三四倍的冰 哈哈哈哈 完蛋我突然覺得沒有很好 怎麼辦 哈哈哈哈 這個東西 260的 有沒有覺得高 有沒有覺得高 應該是沒有機會 我這個時候有辦法把死神殺掉嗎 用特效 我現在把特效關掉一下 我現在把特效關掉 好特效一關 不行不行 我就要關開特效 才能讓他lag在一起 才能讓他lag 還是我要再把這個也打開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再更混亂一點嘛 就是 我有點忘記現在中文意思了 然後我們的火 終於給他噴完了 這個熊 不行啊傷害太低了 265等 我現在能偷吃一下這個東西 不行啊 你看一隻怪物打那麼久 這血量多少啊 幾千幾千地了吧 這個有點像是電燈泡壞掉的感覺 就是一閃一閃 哈哈哈哈 我還是要這樣看才比較有打怪的感覺 不然剛剛全部關起來的話 什麼感覺都沒有了 對什麼感覺 我碰一下怪會死嗎 會會會會會會會死會死 好啦我們最後的15秒鐘 這些角色真的是從頭到尾非常的舒服 讓我舒服了30分鐘 但是每次都說30分鐘 但是我錄影下去都錄到了40幾分鐘 怎麼會這樣 真的是我中間選東西就選了快要1分鐘嗎 選了快要10分鐘嗎 有那麼誇張嗎 好啦最後結... 死神了 我沒有留冰的啦 如果有留冰的話應該可以 有沒有結果有沒有結果有沒有結果 有沒有冰有沒有冰有沒有冰 沒有有沒有冰 沒有好啦結束 九萬三千塊我連十萬都沒有耶 他其實硬要講的話我到現在還是覺得第一關 我可能選第一關那個經驗值應該是更高 因為蝙蝠的血量沒有那麼高嘛對不對 應該會更香一點點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以關卡的東西為主 就不要再去特意選第五關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沒有錯 好啦可以看到我們最後的傷害只有到295M而已 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少 也不能說一點少啦 我覺得應該算是標準 是因為我們看過了天堂聖劍 也看過了那個叫什麼 狗狗的花 所以才導致會覺得295M很少 可是我覺得還是算正常偏少啦 正常的話應該是六七百吧 然後接近1G 可是現在竟然完全都沒有有 好啦那就是這隻角色啦 好啦之後還有什麼角色呢就不知道啦 因為畢竟啦快要更新了 那我們就來之後再看看 我其實還蠻想要玩這個劍的啦 無限劍制我也蠻想看的 然後六芒星我也是蠻想感受一下 然後還有這個了漢推車嘛對不對 還有一個柳葉刀的單舞版本 然後藍舞的也想要感受一下 還有這個其實這個到現在都還沒有玩過 那下面的話當然就是這個啊 死神的我也還沒有去玩 那這個就比較不會去玩 因為畢竟就還好 還有這個啦這個玩起來也是很爽啦 只不過到現在都還沒時間去玩 一天一支片結果呢 我都還來不及出玩又要更新了 OK好啦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 我是PFLA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